受到超强台风海魁鱼波影响 香港从昨晚开始暴雨连连 导致多地沦陷 香港天文台更罕见发布黑色暴雨警告 单单只是一个晚上的降雨量 直接打破了香港140年来的最高纪录 香港多地沦为水乡泽国 出现土石流 道路被淹没 地铁站也沦为汪洋 更有民众被拍到 被大雨冲刷到50米远 非常可怕 视频中可见 大马路已经变成湍急的河流 有民众直接被洪水冲刷围困 无论怎么用力挣扎 抓住身旁的围栏也无法起身 只能任凭洪水冲刷漂流到50米远 连一旁的德式车辆 也抵不住洪水的威力 被一同冲走 还有人拍到民众被洪流冲走的画面 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 场面触目惊心 因为这场暴雨来得让人猝不及防 公众完全没来得及准备撤离 交通工具也全部瘫痪在路中央 幸运的马上汽车逃离 在迟一点来不及逃命的 只能被困在原地等待救援 有大巴士乘客拍到泥黄色的洪水 不断灌入车厢 整个车厢瞬间变成巴士版铁达泥号 洪水不断涌入巴士 车厢内的民众犹如四面楚歌 只能爬到座位上暂时保命 湍急的洪水不断涌进巴士 水位也不断升高 另外香港多个地铁站也已经失守 车站大厅和月台淹水像瀑布一样 大量泥水不断涌入楼梯间 连底下停车场的水位 几乎都快要淹没车顶 让拍下这些画面的民众忍不住说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香港 陷入这么恐怖的场景 至于在网上流传的影片也显示 消防人员正紧急疏散民众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水位已经上涨到腰部 民众也只能冒险涉水而过 一不小心就会被洪水冲走 香港这场世纪大暴雨的威力 让全城几近瘫痪 几乎所有公共交通服务都暂停营运 机场航班也大受影响 多达三十几趟航班被逼空中盘旋 直到另行通知 如今香港政府也宣布 所有学校今天停课 股票交易也暂停买卖 虽然昨晚的极端暴雨是一场天灾 但是还是有民众抱怨 是香港当局没有做好事前工作 才让民众措手不及陷入一片恐慌 希望香港市民可以平安度过 看过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 持续关注热点Hospot 带你跟进更多国内外大小事